美股动态在周二是继续走出分化行情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双双收跌 市场现在在持续观望企业派发的季度成绩表 以及美联储是不是会暗示在9月要开始降息 立刻请本台驻纽约记者陈飞飞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周二 华尔街投资者主要是在消化最新财报 以及等待美联储的一期决议 三大股指涨跌互线 科技股市拖累纳指跌超1% 我们看到微软的股价收跌近1% 盘后跌幅则一度达到6% 华尔街重点关注的微软智能云板块 营收是285亿美元 虽然同比涨19% 但是不及市场对于AI的超高热情和预期 这是抵消了公司整体营收盈利超预期的提振 我们看到芯片公司超微半导体的股价盘后 则上涨了7% 公司营收盈利是好于预期 另外星巴克收涨近1% 盘后一度涨超3% 虽然说美国的铜电销售额是下滑2% 中国铜电销售额下滑了14% 但是公司整体的盈利是和预期持拼 我们看到另外两家受到不加财报影响的是 日化龙头股宝洁收跌4.8% 而默克制药收跌近10% 整体来看标普11大板块是以科技板块领跌 而能源和金融板块是领涨 与此同时投资者当然还是在等待 美联储的最新议席决议 虽然投资者是普遍预期 联储将会宣布继续按兵不动 但是投资者期待从议席决议的文本 以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会后 这个记者会上捕捉到更多江西的信号 其他资产方面呢 国际原油价格是跌超1% 布伦特原油跌至每桶79美元 抖制青田油跌至每桶75美元 黄金期货的价格是跌超1% 准央盎司2400美元左右 封号卫视陈飞飞纽约报道